頭一敲大吉大力 IC設計龍頭聯發科在新竹高鐵站前 舉辦興建辦公大樓開工洞土 董事長蔡明介親自領軍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經濟部長王美花也出席盛會 IC設計前十大的公司有三家是台灣 聯發科是其中的領航者 那我想聯發科擴大對台灣的投資 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我們有產創條例的投資底檢的設計 另外也有金創台灣計畫 我們今年大概編列了120億的金創台灣計畫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的投資 行政院編列預算承諾會繼續投資IC設計產業 聯發科這回斥資90億打造的綠色智慧辦公大樓 最大特色就是興建空中聯通橋 連接高鐵和新辦公大樓 不僅是竹北新地標 地面層還能開放給大眾使用 預計可容納三千多名員工 AI的手機一定是一個重要的趨勢跟潮流 今年的換機潮 其實我們今年的九千三已經是非常的成功了 我們同仁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的客戶也非常的滿意 所以我們對於今年還有明年都有很好的信心 他們也完全了解這個我們的重要性 我們這樣覺得是非常好 我們也會繼續跟願離跟不離更多的溝通 董事長蔡明介樂觀看待AI發展承諾會繼續投資台灣 明日新聞陳彥林 吳俊德 三居小組 新竹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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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郎 新竹董事長 新竹事長 新竹郎